有一個建立樞紐分析圖 不過這個圖基本上也是 先要把那個表 就是你那個表格先做出來之後 才有辦法把那個樞紐分析圖 給產生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就是把年度 跟 產品 還有區域全部都放在一起 然後呢最後畫出一個 一個圖 而且圖上面呢每一個圖柱狀圖上面呢 還會顯示出他的標籤 然後他的這個報表名稱 背後也可以加一個背景圖 字的大小調一下吧 每一區都會顯示直條圖 顏色不一樣 底下的話就是哪一個產品他哪個年度 的一個變化情況 所以你會發現101年跟102年差異非常大 馬上可以看出101年才賣這樣 102年馬上爆衝 OK 然後呢這個另外一個產品 101年本來賣得還不錯 102年突然就慢慢消失令期 而且在不同的區域裡面的變化 等等啦 類似假設啦 我們要做出 類似像這樣的圖形 之前 我們應該要先做一些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先把那個 利用樞紐分析表 不只是有統計單 像剛剛那個統計單一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是產品 或者是區域 假設我產品跟區域 我不要把它分開 我希望把它串在一起 一個就可以解決的話 那就所謂交叉分析 OK 那這個地方當然如果你用之前用函數來做 就可能做不出來 因為太複雜了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就只能用樞紐分析表 幫我們代勞 順便在講之前 請特別注意 這個每個欄位 我的習慣是用拖拉 比如說你把它拖拉 拖拉到 對的位置上面 所以 特別注意 但是如果你拖拉之後 你發現 拖拉的東西 錯了 比如說可能區域把它拉到下面 產品把它再拉一個 比如說假設 產品名稱再拉到列好了 OK 那就多一個了有沒有 那假如說你要移除的話 增加是向下的 移除的話我的習慣是再拖拉到上面去就好了 就是 當然他方法很多 他也可以用打勾的 比如說你不用拖拉 你可以用打勾 上面這邊有個打勾嗎 也可以啦 打勾取消也可以啦 不過有的時候 直覺就是習慣拉一下 然後拉上去拉下去 方法還蠻多的 那就是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增加欄位 和減少欄位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直接來看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希望 針對這個資料 我希望先幫我做出第一步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我們講義裡面的 第幾頁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建立一個類似 交叉分析的功能的話 那我們第一個我們可以 假如 我希望呢 在比較前面 在第 比如說第28頁 這個28頁 如果如果今天呢 希望 統計出 這個 這裡面的資料 包含就是 那個產品 跟區域之間的銷售情況 銷售情況 當然你可以改成 台數 就是賣的台數 所以 第一步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 一 我可以一樣在 切到原來的 通訊產品的資料 插入那個 樞紐分析表 然後他自動幫我選完之後 第一步的話呢 我就先把產品名稱 拉到列標籤 那特別注意喔 列標籤通常是 主要你要分析的那一欄 的名稱 那次要的話就是 第二個次要我希望分析的是區域 所以你可以把什麼 區域的名稱拖拉到藍標籤 所以接下來的話你可以把那個區域拖拉到藍標籤 再來呢 第三個你要 交叉比對什麼呢 他們之間 就是 產品跟區域之間 所銷售的那個銷售額的統計 的情況 你可以把銷售額放在那個值的地方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他就出現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了 不過你會發現 有幾點可能要改進的 假設我今天希望銷售額 可是第一個你會發現他這個 資料裡面還是習慣怎麼樣 就是因為他數字很大所以理論上習慣會給千分位符號 所以千分位符號理論上常用 你請你把他再加一個什麼 這個千分位樣式 常用裡面 然後呢把他小數點去掉 因為他預設會增加兩個小數點 OK 但是目前的話 藍框還不夠怎麼辦 你可以把這個藍框 在選取之後 就是B藍到F藍 我的習慣這樣 選取這幾藍就快點兩下 其中一條就是中間一條線快點兩下 他會自動調籃框 OK所以 這個也是一招 選這幾藍 快點兩下其中一條線 他就自動幫我調好了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銷售銷售的那個 金額都幫你統計出來了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假如不是要統計銷售金額 是要銷售 就是 統計他的 賣的台數的話 那可以怎麼做呢 一樣嘛 如果我要換一下 把這個銷售額 搬到上面叉叉 把台數搬下來 你會發現 結果又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透過什麼呢 移除我的習慣 是移到上面就是移除 拖拉 就是 我們那個 看到的結果 有沒有 他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快速的幫我 變更不同的藍 OK 那最後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假如 可以再幫我多一點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要分析那個年度 不過這邊好像只有兩年 101跟102 那我可以把年度放哪裡 大概幾個地方 你可以把年度放在哪裡呢 放在報表篩選這裡 有沒有 還有第四個格子 共下來 那 報表篩選放下來之後 你會發現 他多了什麼東西呢 其實 這邊就會 在他的上方 有沒有 會多一個下拉清單 那目前是 所有年度 如果你要只針對其中一個年度的話 點下去 他會出現什麼 101102 每個年度 有沒有 那如果你只希望 這邊是顯示的是 101的話 你就點10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就會只留下101 那如果你要102的話呢 就是在102 他102就切換了 那當然你可以把他全部 全部就是恢復成圓籃的狀態 按確定 也就是說呢 你如果 假如呢 還想要有第3個籃位篩選的話 其實報表篩選 也是一個選項 有點像 主要的是列標籤 次要的是籃標籤 再其次的話 你可以再把他放到那個 就是報表篩選裡面 可以把他再加一次 這個當然如果你不要的話就把他移除 丟到前面去 丟到上面 放開 這樣就不見了 所以你可以利用上面就是你要的藍 拉到下面 總共會有4個區域 4個區域的話分別做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假設說我今天接下來要了解說 那裡面還有哪些比較常用的功能呢 那 可以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呢 我如果想要再知道多一點的話 那接下來請各位 看一下 上面 上面 假設我們今天 我現在目前看到是 把產品名稱放在列標籤 把那個區域放在藍標籤 然後呢 把那個 台數好了 台數 我現在是台數 把它放到那個 這個 值的這個地方 那報表篩選的部分的話呢 看要不要假年度你可以拉過來 那 設定完之後的話 還有哪一些可以再設定的 可能需要注意的 第一個 上方 你會發現如果現在是樞紐分析表的那個狀態 上方會有一個叫樞紐分析 表工具 那我這邊是有個選項跟設計 可是喔特別是喔 版本不一樣喔 我是以2010為主喔 如果長得不一樣 就稍微再找一下功能啦 因為他真的還是有點不太一樣喔 那請你切到選項 選項裡面的話大概注意一下 不過像是上課行業同學是 2013 2016 好像叫分析喔 名稱改一下 不過一樣的東西啦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選項 不過新版叫分析 那如果是2003那自己再找一下 主要我們是2010為主 那你會發現喔 在選項裡面呢有哪些可能要注意的 請你看一下最右邊這邊 這個幾個功能其實還蠻重要的 如果說我今天把 藍位標籤喔把它點掉 那你會發現喔少了什麼東西 像這邊喔本來有什麼 藍標籤 列標籤這幾個字 如果你把這個把它點掉它就不見了 因為你會發現那個東西在這邊感覺怪怪的 藍標籤列標籤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說你今天不想要點掉它的話 其實它還是有作用的 也就是說上面的名稱喔 如果本來叫藍標籤 列標籤那 在這邊應該它是叫產品名稱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這個標籤的名稱做變更 比如說叫列標籤你可以把它改一個 我把它點兩下 特別重要點兩下之後的話你可以把它改成叫什麼 產品名稱好了 Enter一下 名稱就變更了 所以本來叫列標籤 它就換個名字 藍標籤點兩下 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它改成區 區域 所以 其實它這個是可以變更的 不過特別注意 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變更 像這邊加總 單位台 你不能點兩下 這邊是不能變更 因為它這個是計算 有計算功能的地方 就不能變更 OK 不是每個地方都能亂變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它欄位取消 或增加 OK 那第二個上面那個加減按鈕是什麼作用 加減 你想說加減按下去看看 預設是有了 把它點掉 點掉 奇怪 好像沒有反應 不是沒有反應 主要是因為 如果說你今天欄或列 有不只一個欄位的分析 比如說我今天可以 再把年度 把它拉到哪裡呢 拉到列標籤的下面 本來是 那個產品名稱 我希望能夠再把 列標籤部分 再分析 就是在 產品名稱的 下方多增加一個年度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會自動跳出 101年跟102年的 銷售台數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就會有加跟減 所謂的加跟減就是說它可以展開 跟 不要展開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這個按鈕 前面加減不要出現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把加跟減點掉 這個時候的話 應該就會有作用 如果你把這個點掉的話 它前面的加跟減就不見了 大概是這樣啦 只是這個效果而已啦 不過這個效果我是覺得 大概知道 有這個功能就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不過理論上沒事這個就是把它恢復正常 它就是可以加減 這個加減主要作用就是說可以讓你展開 可以讓你 展開 可以讓你隱藏 就這樣子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多欄位分析 就一層一層一層 很多層這樣來分析 它的好處是說你可以針對不同欄位 可以看到更細的相關的分析結果 OK 再來的話還有什麼呢 欄位清單 這上面是什麼 其實欄位清單就是你 現在看到的這個東西 就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右邊這個東西啦 所以你把這個點掉的話 這個東西就消失了 把它點掉給各位看 點掉 不見了 再點一下 又出現了 所以假如說你不小心把這個關掉 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你可以再到哪裡呢 游標放在樞紐分析表這個區域裡面 找到右上角這個清單 欄位清單 再點一下 它又出現了 所以之前也有同學把它關掉 因為想說 他有點 佔空間 就把它關掉了 關掉之後呢 發現奇怪 怎麼一直都不出現了 不出現就麻煩了 為什麼因為你沒有辦法再做後續的 欄位分析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讓它出現很簡單 就把它點一下 它又出現了 OK 相關的功能 樞紐分析表的功能 應該在每個版本都有吧 這第一個就是其他的相關的 功能的說明 所以欄位 部分 剛剛有提到 那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把這個 樞紐分析表刪除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刪除的話 像我的習慣 也不用把它弄到 按右鍵把這個 工作表刪掉就好了 所以那個 其實我是覺得 當然一般還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 把它選起來 按Delete OK 這樣有一個方法 但是在那個 樞紐分析表是有提供 對應的功能 要怎麼直接清除 全部清除 有沒有 不過清掉之後你會發現 他還是預留一些東西 他還是留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把這個刪掉 再按Delete 不過也差不多 所以這個功能你說 大概知道 以後 如果你不想要 太麻煩的話 你就按右鍵刪除 這個工作 重新再插入一個 也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功能 可能要注意一下 像那個 新增 就是拖拉 移除 就是我剛剛講把他拉上去 或者打勾取消 打勾都 可以 沒有問題 那 欄位的取消 再來就是說 剛剛講的顯示隱藏 要不要隱藏那個 欄位部分的話 你還可以用什麼呢 他的篩選功能 比如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把年度也先拿掉 把它拉上來 這個地方呢 如果說我今天有三個產品 可是我想要只留下其中兩個產品 比如說其中 大哥大手機不要出現的話 怎麼辦 以前他可能說把這個刪掉 按右鍵刪除 不是喔 特別說不要亂刪 刪掉的話可能會造成錯誤 怎麼辦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有一個箭頭 這個箭頭 實際上就是篩選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按下箭頭之後 他會跳出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意思就是說 這邊有好幾個產品 你是預設是全部要顯示 但是如果你現在不要 我只要 把那個大哥大手機 關掉不要出現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他就不出來了 另外呢一樣的道理 中區北區東區 可能東區沒有客戶 我不要東區 東區不要出現好了 那你可以在上面這個箭頭 把東區打勾取消 這樣就OK了 不過特別注意要恢復的話呢 就是把 把它怎麼樣 再 點選 幾個方法要不就是再把它打勾 要不就是怎麼樣 清除那個篩選 兩個方法打勾或者是清除掉就可以了 清除我把它清除掉習慣是清除掉 恢復了 這邊一樣把它清除掉 特別注意如果你有加篩選的話 他的圖式會長得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注意看一下 如果你有篩選 他一定會變漏斗狀 如果你要移除這個漏斗的話 很簡單就是清除這個篩選 就OK了 這個篩選功能的話 跟其他 那個我們之前用過那個 資料裡面那個篩選 還蠻像的 類似 邏輯上差異性不大 其他還有哪一些功能呢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 再把它 剛剛有講過 我就是可以把它放在那個 報表篩選裡面 等等的 你可以利用它來做 分頁 分頁 去閱讀裡面的資料 那如果說今天呢 我希望呢 再增加所謂的交叉分析 交叉分析的篩選器的話 那怎麼做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41頁講義裡面有提到 這個功能 僅限於 2011年 以後才有 OK所以如果你的版本 假如 找不到 那表示你應該是比較舊的版本 那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簡單喔 你說好不好用 見仁見智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用 一優標一樣是放在 這個 這個 樞紐分析表上面 在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找到 上面我的叫選項 如果你新版叫分析 然後你會看到有個 插入交叉分析器 點下去之後的話 他會有一個 讓你插入分析器的選項 他會問你說 你要在分析什麼東西啊 比如說我今天 還要在分析年度的話 你可以把年度打勾 按確定 他會出現什麼東西呢 出現一個面板 這感覺有點像網頁 他好像把也是有當網頁來用 你說這東西好不好用 其實還OK啦 那你 第一個怎麼去使用他 如果你要101年的話點他一下 他101 102呢 點他一下 我想說不是剛剛那個 報表篩選 對啊其實類似功能 只是說 這個感覺不用再 跳到 右邊 他直接就在這邊可以做 篩選 另外的話他移除的話怎麼移除 再按一下就OK 上面有個load 點就可以選其中一個 移除就是從上面 這個面板 不只可以放一個 因為我們這一體比較單純 以後的話你可以放多個 所以如果你今天假如 插入一個不夠 你可以在 加叉分析器 再到這邊再按 一樣 選項裡面 然後找到比如說我連那個 產品 名稱也要 區域也要的話 你這兩個打勾按確定 他又出現面板 那好處是什麼 你可以移到這邊 但是你可能要 瞧 一下他的位置 這個大小可以把它縮小 另外的話面板 顏色 假如每個都長一樣 你覺得不OK 你可以再把它變更顏色 怎麼變更顏色呢 選他之後上面有一個 樣式 那你可以把它改一下樣式 這個不一樣 這個呢 改一稱 不一樣顏色 找一下 其他的話這樣 看起來呢 會 越來越像一個 手機app 或者是網頁那個樣子 另外的話你可以101年 我希望統計 大哥大 的 中虛 你會發現就留下 有沒有 123點一下 如果你要移除篩選 恢復的話就是把那個 篩選 Delete掉 這樣就恢復了 OK所以其實還蠻好用的 點一下101年的 有線電話的北區 資料就出現 有沒有 點幾下 資料就符合你要的 你就把那個資料看要做 什麼樣的複製貼到另外的地方去做處理 如果要篩選就把它移掉 不過呢 如果我今天要是要101年的 大哥大跟無線電話的話 兩個 你會發現要點一下大哥大 你再點無線電話他要怎麼樣 他不能 他只能選一個 可是如果說你要多選的話 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 多按一個按鍵 就可以多選 按什麼 Ctrl鍵 所以如果你兩個都選 你要按Ctrl鍵 然後呢 假設中區跟北區 中區按Ctrl鍵 北區 這樣子的話呢 才會兩個區 所以那個 交叉分析篩選器 如果你要多選的話 記得按Ctrl鍵 它是可以 幫你做那個 多選的動作 移除的話也是一樣 其實這個 這個功能其實是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就是他那個方便性 但是 有個地方要注意啊 如果你待會沒有這個功能 表示你應該是比較舊的版本 如果你要把它移除掉的話很簡單 選他按Delete 不見了 選他 按下Delete 那就不見了 OK 其實這個功能 導 不思為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 選項 以後如果你要分析的話 那 再來的話 後面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還在 更新資料部分 最後記得 如果說你今天呢 樞紐分析表裡面 的原始資料 比如說你 T01這個 他的台數突然增加 變2萬台 現在2000台 可能 登載錯誤的話 那其實特別主要你這邊按Enter 特別主要他兩邊會不會同步呢 其實他 看起來應該是同步 可是他 這個功能他不會從 同步就是你如果前面修改的話 後面如果你要讓他同步的話 你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請你到樞紐分析工具裡面的選項 找到一個功能叫什麼 重新整理 OK特別主要這個可能之前有同學 忽略了 他前面資料改了 樞紐分析表忘了重新整理 奇怪什麼 資料給老闆的是錯誤的 不是我跟你講你要改過 你不是兩邊 你報表什麼來的還是錯的 原來他不知道 這邊要按重新整理 他才會重新幫你整理 OK所以特別說 變更了對不對 重新整理 他 才會 資料變更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要不然還有 可能就是你要把這個 樞紐分析表 刪除掉 重做 那一定是新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經做好了 你還要重做浪費時間 所以你要記得 重新整理 這個 要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重新整理 來的資料就不對了 更新完之後呢 才OK 所以 重新整理資料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還有哪一些細節的 也許我們就是 在 那 接下來就是說如果今天希望 把那個美化部分再加一下 也許這邊的話我最後也許可以把那個表格 那怎麼美化 設計裡面呢 可以看到這邊有樣子啦 反正這只是讓他看起來好像 爆表表格部分看起來比較漂亮鮮豔一些些 不過這個當然也是錦上添花 讓他看漂亮一點 那這個是 那個樞紐分析表的樣式功能 你可以切到哪裡呢 切到 選項的隔壁有個設計 設計裡面的話呢 當然還有什麼列標題藍標題這些有些選項你可以 再看要不要打勾 可以自己再去 針對你實際上 功能需求 把它加跟減 最後的話我希望 請你幫我做出類似長這樣好了 所以我會希望說 列標籤 有一個產品名稱 底下有年度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區域 並且這邊的話幫我加上那個台數 然後 總計一下 那我會 希望產生這個資料 做 繪製圖 繪製一個樞紐分析圖 那所以這邊的話假設我要 第54頁這邊 如果我今天要把這個給做完的話 剩下就是把那個 請你把那個年度拉到 產品 那個名稱的下方 類似長這樣子 那再來我們要利用它 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會發現 裡面好像有一些資料沒有了 沒有的話應該要補零才對 所以如果說裡面 假如你 發現呢 把它加入一個 我這邊是加一個年度 然後 有一些補零怎麼辦 顏色也許如果按照那個 我PPT上面的話 好像是這一個 然後把它改一下 大概就長這樣子 如果裡面呢 假如有一些資料是沒有 我希望補零的話 記得你可以從選項裡面 選項裡面 各位可以找到選項裡面 好像有一個叫選項 這個選項裡面的選項 不過你們可能要分析選項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叫若為空值顯示為 預設值是裡面 顯示為沒有 所以它變這樣 但是如果我要把它變零的話 很簡單嘛 在這裡面輸入什麼 輸入零就好 按確定 它如果沒有 它就會顯示零 不過有些格式 它會變成一槓 表示那裡面沒有東西 不會把它變成空的東西 好那請各位稍微熟悉一下那個 樞紐分析表的一些比較重要的功能 那待會的話我們要針對樞紐分析 表 再做那個樞紐分析圖的繪製 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圖在哪裡呢 請各位看一下 在那個 你們應該叫分析吧 如果你2010應該叫選項 這邊就會有一個叫樞紐分析圖 利用這個樞紐分析圖 做什麼 幫我繪製一個圖 我希望呢 繪製的圖 最後能夠長得像 我們講義裡面的第 第60頁 這樣長這樣 裡面的話有一些細部要求在64頁 我希望呢 能夠幫我建一個新的圖 並且移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建標題 所以會有圖表標題字中 字的大小 等等的 我希望看到 長 像 一個這樣的一個圖出現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熟悉一下樞紐分析表 的一些細部功能 然後 然後 我們 待會再來看 那個樞紐分析圖 不過 再來好像 我們中午是 12點 上到12點半 OK 好那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樞紐分析 表 先完成 等 好 好 乾杯 好 好 好